被打到浑身伤 双手骨折 头 腿撕裂伤的是 28岁的李姓女子 对她痛下狠手的是 她的男友 这个40岁的徐姓渣男 她就是磁铁锤这样子 打死 一直拼命地往实力打的 我一直坐船躲动 就这里敲到 然后这里敲到 然后这里敲到 然后我往后的时候 她也是拿铁锤这样子 一直猛砸我身上 讲到被男友暴打时 她的眼神还透露出恐惧 好恐怖 我当常血是用盆的 一直流 整个墙壁都是血 然后这不是她第一次被男友打 她是坐台小姐两年前 又是坐铁工的男友后同居 男友经常对她拳打脚踢 是持板手 胶带 捆绑我的手脚 还有毛巾塞我的嘴巴 甚至把我的衣服都发光 她多次魂身上报警 后来躲回高雄老家 男友追来下跪 陪不试 她心软原谅男友 没想到去年11月25日 她到顶楼晒衣服 忘了带钥匙 央求男友回家 男友认为被催促 回家后拿起来攻击她 她被打到伤臀累累 男友怕叫住物车 会被当现行犯逮捕 隔天才将她送医 还仿称她出车祸丢包 她已提告并申请紧急保护令 我们在征讯之后 来依照伤害的罪嫌 将这个许姓男子无所法办 董新闻快远离她 报导